他們這樣子無限上 剛剛吵到別人的父親 而且還搞錯人 你會覺得他需要跟您道歉嗎 他們不會道歉的啦 他們也... 我也不必他們道歉的啦 我王世堅 我是王明德的兒子 我現在很忙 國事很忙 等我有空的時候 我會找你的 因為你會不會擔心 現在這樣找戰犯的狀況 像之前的十一寇的狀況 導致民進黨再度衰敗 有很多事是十一寇可以批評 那我這種小寇不能批評 十一寇也在批評我這個小寇啊 不是嗎 十一寇可以批評民進黨啦 小寇不行 我沒有那個資格批評就對 所以這就是兩套標準嘛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我參與的有比你晚嗎 我過去做的有比你少嗎 那你可以批評 因為你們是派系嘛 王世堅沒有派系嘛 不是這樣嗎 其人太甚了 是非價值永遠只有一項 是非黑白就是只有一個真理嘛 價值觀也是嘛 不是這樣嗎 哪有說遇到不同的事情就不同的是非 就不同的價值觀的判斷很奇怪嘛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雖然我是個小兵 但是我認為是非是跟我站在一起的 但是黨內現在還是有不少風聲說要開除監尾瑜 黃世堅是點出問題的人 那你們不解決問題 你們解決點出問題的人 然後批評王世堅說 那你怎麼不關起門來說 在選前 在競選總部 九點鐘晚上 用宵夜時間 借著宵夜 邊吃粥邊討論事情的時候 我當時就發表我的看法 黨內非常高層的人都在場 那我講的 我當時我害怕我憂慮的 我提出的建言事後發生了嘛 我並不是說事後諸葛 然後我事後再放炮 不是耶 然後我當時 還透過我一個好朋友 部長級 那 他也是憂國憂民 我請他跟蔡總統講 講了之後 還有得到答覆 我盡我可能 我小兵能做到的管道 我都去講了嘛 那事後 他們說那事後我又放炮 要抓戰犯 沒有 我們世界哪有資格抓誰當戰犯 是我被你們當戰犯吧 前幾天 賴主席最後一場 的巡迴說明會在台南 台南有88槍有光電案 有儀式議長會選案 檢討半天結果結論 開除王世堅 很奇怪 我連台南連去都沒去過 88槍跟我什麼關係 盧章案跟我什麼關係 議長要匯選我指揮他去匯選的嗎 光電案跟我什麼關係 所有這些案件 那一天檢討會的時候 這些關係人都在現場 結果開了檢討會的結果 結論 黨員提議 解決方法開除王世堅 我覺得 我點到這邊就好 你覺得這個派系文化害慘了整個民進黨 搞成今天這種局面 我只是小兵 我沒有資格批評他們 我就等著被鬥爭就對了 那我就說那就放馬過來 我就放馬過來 謝謝 大家心靈感恩 你怎麼看書院長最近把自己比喻做原寵換來 就難道是在指這個昏君 寵徵皇帝 有人在講說是在指蔡總 我的推估 蘇院長應該會下來 所以他才講這一些話 其實 我在 我們2022敗選之後的隔一天 我是最早要求 蘇貞昌院長 應該負起政治責任 下台負責 為什麼 為什麼很簡單 我們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 所以你最高行政首長 不管你做得好 壞 人民表達意見的 你就應該下台負責 我這個立場 我這個立場 我這個立場到現在都沒變 我這個立場到現在都沒變 你位高權重 你囂張傲慢的時候 我身為民意代表 我當然就必須來強烈監督批評你 我只對握有權勢的人批評 那如果要下台啦 已經被踢到一邊啦 我不會補踹兩腳 因為我不是那種性格 我不幹那種俗辣做的事啦 補踹兩腳 我不幹那個事 但是 沒想到這兩天的變化 不是我判斷的這樣 我本來以為他大概就是知所進退 結果沒想到他來一個回馬槍 我覺得他對歷史讀的並不透徹 闖了大禍 他可能不曉得元崇煥這個比喻非常糟糕 因為當時的皇帝就是崇禎皇帝不是嗎 那把自己比喻成元崇煥很清楚 那你是在暗喻我們的總統是崇禎喔 天啊 所以我 我是認為說蘇院長一向書讀得不夠徹底啦 他常常舉例都舉錯例子 我會把他認為說他是舉錯例講錯話 可能他的居心還沒那麼顯惡 我認為他只是歷史的常識不夠 所以講錯了 我希望說他能夠記取社會上現在給他的聲音 就是說你是最高行政首長 請你基於責任政治 你應該下台負責 現在下台還來得及 因為社會還會認為說 你蘇院長功成身退 那如果還是賴著不走的時候 那麼到時候是社會來逼退的時候 我覺得那整個這個評價是截然不同的 現在走 功成身退 老子光紅看不聽嘛 不是這樣嗎